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小时,应该有点累 好,那我们来看到在第四十页的地方 我们来看到在从第四十一条开始 在公路路线上面的一个经营的内容 好,那在经营内容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首先看到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一条的部分很特别 他说在公路汽车客运的本身来讲的话 他是以一家经营为原则 好,什么叫做一家经营为原则 今天我可能有一个路线 这个路线里面它叫做台北到台中 好,那因为我们考量在汽车运输业里面 它必须要备非常非常多的车辆跟很高的资本额 所以我们希望让它比较恶心竞争 所以在这里我们同样的一条路线 同样一个起气点 我们希望是以一家业者经营为原则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再去做路线公告开放的时候 比方说我今天开放台北到基隆的公路客运路线 它下面就会写说 它是以一家经营为原则 所以它就是找一家业者 好,但是有时候比方说像这种路线 台北到台中路线 你可以想见的它的运输量会不会很高 它是很重要的两个都会区 对不对 那如果我纯粹靠一家业者的能量 它可能撑不起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好,所以在法规里面就讲说 它是以一家经营为原则 但是今天呢 如果它的需求量太大 也就是营业车辆跟设费 它都不能够符合大众运输需求的时候 或是其他公路汽车客运的车辆 必须通营其中部分路线 才能贯穿的时候 公路机关它可以核准 两家以上的公路汽车院来去做经营 所以通常是什么 通常是我今天车辆 或者是服务 无法满足大众需求的时候 这种情况之下 我可能就会去开放 第二家业者经营 OK,这个就是在 比方说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路线的时候 它的需求量很高 那所以它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好,那市区汽车客运业的部分 则是依照什么 人口的比例跟大众运输需要的设备 核准一家 或者是两家以上共同经营 所以在公路汽车客运业的部分 这个一家经营是原则 但是市区客运业的部分不是 市区客运业的部分 它可以一家 或者是两家以上来去做经营 所以它在这里两家以上 它其实只是例外条件 只是例外条件 这个是在公路法的第41里面 通常运输需需求高的一个路线 我们会有两家 甚至是三家以上的业者 再去做经营 都有可能 好,这是41 接下来看到42的部分 42的部分很重要 在旁边写上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运驾管制 好,那运驾管制里面 它规定就是说 我们汽车运输业的客货运运驾 由汽车运输业的同业工会 以及相关的工会按照汽车运输业客货运驾准则 共同来去做拟定 好,所以我今天怎么样去做检讨 好,通常我们在客货运运驾准则里面 规定就是两年要去做检讨一次 那这个检讨的过程不是公务员自己算 它是依照工会来去做计算 什么叫做工会 像是我们的这个台湾可能有50家业者 这50家业者他就会成立一个叫做 所谓的公路汽车客运业的工会 那这个工会里面就是去汇集大家的意见 跟大家的成本 他把合理的成本跟意见提出来 这个叫做工会 好,那你会发现在我们实务上面来讲的话 他有一个叫做这个工 另外一个部分叫做这个工 来,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工会的工 这个工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资方 下面这个工代表的是劳方 所以上面这个工通常是比方像首都科运 像是统联客运 像是国光客运 他们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董事长开的那个会 那个叫做所谓的工会 好,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纯粹用资方的角度 去看那个价格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问题 为什么有点问题 比方说他今天想说 我今天开始我要跟高铁竞争 我今天开始我要跟台铁竞争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说 好,我要开始来销价竞争 这个时候销价竞争倒霉的是谁 倒霉的是开车的这些司机员 或者是今天在厂站上面服务的这些客服人员 倒霉的应该是他们 因为他会开始砍他们的薪水 来去压低他的成本 对不对 好,所以如果纯粹靠资方的意见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不公正也不公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结合劳方来去做订定 所以劳方本身他可能会有所谓的驾驶人工会 那这样子联合起来 所拟定的一个运驾的初稿 那才能够让送到主管机关来去做核定 所以依照客户运驾准则来讲的话 是由这个工会这跟这个工会来去共同拟定 那当然一般来讲大概 当然一般来讲这种东西的主导权 大概还是会在资方的手上 因为我今天要去了解成本 说真的我一个驾驶人 或我是驾驶人的工会 我根本就不知道整个公司的经营体制的成本 所以他只是今天是一个形式上面 基本上大多数在拟定的时候 还是由这个工会来去做处理的程序 他说拟定完了之后 要报请公路主管机关来去做核定 所以拟定完不是这个价钱就这个价钱 我还要报到公路主管机关做核定 好 那核定的时候 要注意到一点 这个核定 我们食物上面核的 不是你今天每天那个价钱都要核 而是什么 而叫做所谓的运价的上限 好 什么叫做运价上限 比方说像是我们台北高雄 他会按照里程数 每一个里程数 他要收多少钱 比方说我们北高 我核定的上限 他的Maxima可能是900 好 那我问你 现在一张客运票卖900块 从台北到高雄 他有没有竞争力 没什么竞争力 高铁1490 如果有时候他找鸟炮再打个折 可能比900块还便宜 对不对 所以我定900块 是一个没有竞争力的一个价格 除非是连续假期的期间 对吧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核定的就是 我只是定这个上限出来 但是你要在这个上限里面去做调整 我会不会管你 不会管你 OK 不会管理 所以在法规里面 其实在这里讲的核定 是核定这个上限 非经核准不得调整 这个调整 也是调整这个上限 好 那如果今天 假设客运业者 他定了一个票价 叫做500元 他要调到600元的时候 我还需不需要经过核定程序 不用 但是你觉得主管机关 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我们现在目前真正的收费是多少 还是会想知道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他会去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要去调涨调价价钱的时候 我会去报主管机关备查 好 所以上面这里 这个值是核定值 下面这个值只是倍差 这两个要区分清楚 好 核定跟贝查有什么差距 核定跟贝查有什么差距 对没有错 好 贝查只是告诉你 好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假设有一个小朋友 他今天跑来找我 跟我说 爸爸爸爸我要出去玩 好不好 好不好 然后我跟他说 好 他才出去 这个时候他有没有经过的准许才出去 有 对不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核定 那另外一种就是 比方说像你现在出门 假设你跟爸爸妈住一起 你可能今天已经成年了 你就跟他说 我要出去了 然后我没有要经过他同意的意思 我只是跟他报备说 我要出去 让他知道而已 好 他不用经过他好不好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动作就叫做被查 同样的 在被查的时候 我主管机关有没有准否权 我可不可以跟你说 你回来不行不行不行 他没有这个权利 OK 好 虽然实务上面来讲的话 会偷偷的去讲 跟他讲说 你不要长 等什么时候再长 但是在整个的法定程序上面来讲 他是不用经过主管机关核定的 不用经过主管机关同意的 OK 好 这个是在核定跟被查的差距 目前我们是用所谓的运价上限的方式来去做处理 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因在于说 像是客运业者 你今天平常日做 你跟假日做 那个价钱一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对不对 好 他今天随时今天都想要调那个价钱 对不对 比方说人多的时候 他想要稍微贵一点点 那人少的时候 他就给他便宜一点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保留在业者在经营管理上面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们不会去要求他每次在那边调这个的时候都要报 OK 太麻烦了 所以在这里一个是核定 一个是被查 这个只要让业者 这个让主管机关知道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在第42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呢 第43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一个运价杂费等等 我都必须要经过公告的程序 那非经公告他是不能够去做实施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在第45的部分 那45的部分 有时候我们要去做跨业营运 我们在运输学里面会讲到什么 会讲到所谓的联运的概念 好 那这里他说公路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客户运运输的需求 辅导汽车运输业者发展公路跟铁路水运 航空公路跟公路的这个连运 或者是连营的业务 那现在常常会有所谓的连营 所谓的连营是什么 连营常常会是两家业者 他同时来标同一个路线 那同时来标一个路线 他算不算是两家业者经营一条路线 不是 他是连营的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判别 判别的方式就是 一种是比方说我今天国光跟童连营 这个时候他发出来的韩文 他会是国光汽车客运 即统连汽车客运 汇贤韩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是一体的 然后我来共同标这个路线 这个叫做所谓的连营 但是如果像是两家业者经营的时候 他就不是这种形式 他会分两张韩 一张叫做国光汽车客运公司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统连汽车客运公司 怎样怎样怎样 申请经营 这时候代表了什么 代表他们现在是两家独立的业者 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两家经营 但是如果是这个状况之下 他还是算是一家经营 因为他是所谓的连营的形态 他在发函的时候 是用一个汇贤韩发出来的 那这种所谓的汇贤韩 汇贤不公告 其实我们在法规定义的程序里面也有 像是在公路法里面还好 但是如果像是道交条例里头 道交条例里头 一个是我们交通部去做管辖 对不对 另外一个部分 除了交通部之外 其实还有内政部 因为他涉及到了 我警察要去发行人 我警察要去马上车 这些动作本身交通部是管不到的 他只有谁可以管 只有警察可以管 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做公告的时候 他会是交通部跟内政部汇贤韩发出来 也就是用这种方式 两个供挂的方式来发出 所以在很多的一个行政程序上面 同样都会用这种做法 所以如果是所谓的连营的太阳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判断 像在路线上面 他会有编号 比方像是国光跟统连 好巧不巧 他刚好在同一个辖管区 但是有时候我两家业者是不同辖管区 好那这时候我们用路线变化判断 我说公路客运4 对不对 所以他会是9XXX 他在这里开头会是9 所以你看到那个9的 大概就是所谓的所谓的联营路线 好那另外一种联运的部分 他只能是说 像是我们今天常会讲铁工联运铁工联运 好最常见的铁工联运在哪里 在台北到花莲 为什么台北到花莲 因为台北到花莲有雪碎 所以这里雪碎连贴过来 是不是做公路很快 但是从宜蘭到花莲 要经过一个苏花 这个苏花在苏花改建设之前 他要走那个旧台9线 所以弯弯绕绕的很可怕 好如果用公路运输来讲的话 他会第一个安全性有疑虑 第二个部分 就是他这里的道路容量很低 好所以过去我们会用 所谓的铁工联运的方式 从台北到宜蘭的部分 他用公路系统来去做运行 因为有雪碎隧道所以很快 下面之后他就变成什么 他就变成用台铁来去做接驳 所以他是公路加上 铁路目前这种太阳还是存在的 他可能会贩售同一张票 这个有点像套票体系里面 就是卖了一张 像是首都或格南人的票 再加上台铁的票 那这样子加起来比较便宜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 所谓的联运的形态 好那当然如果我们今天 跟外岛再去做联运的时候 也可能会这样子 像是我们今天如果去澎湖 澎湖有一种方式是坐飞机 对不对像是高雄高雄有 高雄有台中有台北也有 好都可以直接飞澎湖 那我可不可以坐船 可以 那他会在特殊的港口 比方说像是布袋港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高铁 他可以去连接到嘉义站 嘉义站之后再去布袋港 坐船出去 好这样子其实也是一种 所谓的联运的形态 好所以这是在45条里面 我们会要求这个业者间 尽量的去达成联运跟联营 为什么我希望做到这件事情 我希望把整个的运输系统串起来 因为运输系统是间断的状况之下 它是没有办法发挥最高效益的 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去做一个主管机关 主动介入做辅导的动作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6的部分 46的部分一样 无论是公路运输公路的经营业 或者是汽车运输业里面 我再去做这个变更组织啊 增减财产啊抵押财草 宣告停业跟协业的时候 都必须要经过核准 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这家一节者 一直想一直在那边吵说 我要倒了我不要开了 我不要开了我不要开了 如果政府跟他讲说 你不行不开 他可不可以不开 他不行不开 对不对 所以有点像是什么 有点像是头洗洗下去了 大概就回不来了 所以不是要倒没有那么容易倒 好所以在这里就这样想说 如果今天宣告停业或协业这件事情 他必须要经过核准的程序 那通常交通部会怎么做 明明这家一家 业者已经有财务危机要倒了 这个时候他会去找另外一家的业者来代事 因为我不可能让这一条路线 从此就中断 从此就不见 因为这家公司倒了 所以他要赶快先找到一家业者来代事 那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公路运输的环境 其实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常常找不到代事业者 找不到代事业者的时候 我就一直去逼人家跑 一直逼人家跑 一直去逼人家跑 好 那基本上如果你以后到监理所 常常就是做这件事情 你会跟着你的主管们一起去逼人家跑 好这个是在第46条里面 在讲的一个事情 所以不是你今天想要动 你想要停 你想要干嘛 你就可以干嘛 你都必须要经过核准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许行业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 后面这边还好 看到47的部分 好47的部分 那我们总是要去把糟糕的业者太除掉嘛 对不对 既然我们都已经让所有的业务都民营化了 那民营化最大的效益是什么 最大的效益就是我希望让他有竞争力 就像便当店一样 对不对 有的便当店很难吃 有的便当店好吃 那很难吃的便当店 在经过几年的竞争之后 他就会自己倒掉 好那其实民营业者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公路客运业 如果这家业子真的很烂 这家业子真的很糟糕 这时候我希望他可以被民众怎么样 唾弃让他倒掉 好 那政府本身他也需要去加一把来去介入 好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他的一个经营服务的品质 那我们在看经营服务品质的时候 常常用的是什么 常常用的其实叫做所谓的评鉴 OK 为什么要用评鉴 因为其实客运业有太多太多种的面向了 有一种面向是他在安全管理层面 那民众容易不容易看出来 不太容易 对不对 你上了一台客运车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哪时候检验的 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只有公路主管机关知道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另外一只餐是他椅子很破很臭很脏 这个民众感觉得出来 感觉不出来 感觉得出来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两种很糟糕 都不允许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那家业者车子明显不够 驾驶明显不够 他在拖班 好那这种状况也必须要去做处理 好所以看到47小的部分 他就讲到说 他说汽车运输业经营不善 妨碍公共利益 或是交通安全的时候 公路主管机关得为下跌处理 那当然其实公路业者 他费了很大的心思 才有办法去经营一条完整的路线 好所以我在经营完整的路线的过程里面 我今天一定要给他一些机会 我不可能整天就跟他说 你不要跑了停 不要走了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会给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 他一定会经过什么 限期改善 好所以第一个叫做限期改善 那通常我们食物上面 在作为的时候 我会怎么做 我会跟他讲说 我要求 比方说你今天拖班很软重 好那拖班很严重的时候 我今天可能 这个主管机关 就应该要到 这个业者的这边来去做辅导 跟他讲说 为什么你会拖班 他可能跟你讲说 我司机照不够 我可能车买不够 我什么时候车子会来 所以他会审核实际的状况 好我认为说 其实如果他把司机 这个都进来了 或者是他今天车辆 因为塞港的装饰 所以塞在国外 如果这些车辆都进来了 我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那他就会去定一个期限 比方说他跟我讲说 我四月车子会来 好这时我就说 好四月车子来 那我再给你四月车子来之后 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去看你 明年111年 好 110年6月前 改善完毕 OK 所以我会试他的状况 去压一个时间给他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在公路法里面所称的限期改善 要求你去做完什么样子的事情 好 那限期改善完之后 还经过限期改善 我已经要求你改了 但是到这个期限到了 结果呢 他还是没有改善 第一种状况是 他其实骗我 他根本就没有进口车辆 第二种状况是什么 第二种状况是 他人跟车子都不够 他只进了车子 人进不来 好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总要去做出手处置的 但是我不会要求你全部都停掉 因为要求你都全部都停掉 很严重 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停止其部分营业 好这个意思是什么 当然我们实际上的做法还蛮多种的 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比方说他有20条路线 那他这个托班的状况 每一条都很严重 这个时候我就踩你两条 OK 请其他的业者来跑 好 所以这个叫做停止部分营业 比方说我有20条 我今天把你两条的经营权拿走 或许是一种方法 那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 我要你减班 然后让第二家业者加入 对不对 好所以这种状况就是停止其部分营业 好 那接下来你还是很糟糕 经过停止部分 处分他一年以上 仍然没有改善者 这个时候 好了 你就该删了 所以这时候就是 废止汽车运输业的营业执照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经营不善 或是妨碍公共利益 甚至是交通安全的时候 那还有一种更糟糕的 叫做什么 更糟糕的就是 我今天人不够了 所以呢 我去随便找了一个人来开车 这个人本身没有司机的 这个大客车的驾驶执照 这个时候就是在后面这一点 他说前项的汽车运输业 派任 把派任这两个字画起来 派任为领友驾驶执照 或者是不合格的驾驶人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 我这家业者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驾照 但是我还让他开车 而且我把他派出去去开车 这个就是要做派任的过程 你觉得严不严重 严重 很明显是这家主管 这个业者本身在经营管理上面 已经有问题了 他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主管机关得事情节的轻重 不经限期改善 禁一第三款的规定来办理 所以他可以直接去办停业 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太阳是特别严重的 我不该再给他机会 我觉得他太危险了 好 那接下来他说 第一项部分营业的停止 还有营业指导的废止 公路主管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 维持客户运输业务不使中断 这个部分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我要去找一家代史业者 来帮忙跑这条路线 不然公共运输就会中断 所以你在后面写上 这个叫做所谓的代史 我相信你打客运代史四个字进网路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这个你回去自己Google自己看 你会蛮有感触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48条的部分 第48条的部分来讲 他说遇到非常灾害 公路主管机关应付紧急需要 得调用辖区内的汽车维修设备 以及必要的人员 汽车运输业不得拒绝 因而受有损失者得申请补偿 好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我举个例子来讲 前几年是不是台铁发生蛮多事情的 对不对 举例来讲像是普庸马号也出过市 然后泰鲁格号也出过市 那些出事的地点在哪里 一个在新城 一个在花莲 好花莲可能还好 但是新城呢 新城说真的人口数也不多 附近根本就没有大众运居可以去做使用 好那我铁路断在这里 很多的人在这里 我要去做疏散 那如果我今天公路主管主管不出手 我怎么可能要求这些人自己回到家 或者是自己跑去旅馆 根本做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 我要去做一些紧急车辆的调度 怎么做呢 怎么做 他就会去成立所谓的紧急应变中心 然后去开始找客运业者说 你有没有空车 赶快去那个新城载人回台北 赶快去新城载人去花莲 赶快去新城载人回去他的地方 OK 载到重要的运输场在里面去 因为没有做这件事情 一般的民众根本离不开那个地方 OK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的紧急需要 所以在紧急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吊辖区内的汽车 但是我吊辖区内汽车的时候 我会不会有危险 应该说会不会这个业者本身要付出钱来 会对不对 好所以会的时候 我们政府就必须要适时的给予相关的经费 去做补偿的动作 好所以在48的部分 最后一个他不能拒绝 但是受有损失的时候得申请补偿 OK得申请补偿 好那接下来 那下一个部分 那对于在客户运输上面 那当然他要安全的运送 但是疾病的患者 这个邮件的包裹等等 他要去做优先运送的部分 那对于危险物品本身他可以拒绝运送 那第51条的部分 这个在公路法铁路法 或者是很多法规里面都曾经出现过 这个叫做旅客无票乘车或持用失效票证 应该要补收票证 如果没有正常的理由 他可以加收50%的票价 这个是在51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在哪里比较容易考 这个部分在初等考试很喜欢考 他可能会考比较 OK像在这里 如果是客运 也就是公路汽车客运 他是法50% 好那我们跟其他公路运输比较一下 第二个是铁路 在铁路法里面 同样也是爬50% 然后另外一种是捷运系统 捷运系统很特别 你知道他法几倍吗 他法50 一样是50 但是是倍 你看到是不是他那个差距很大 等于差了100倍 等于差了100倍 好那探究他的原因来讲的话 其实公路客运跟铁路都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十字上面的一个管制 这个进出票口存在 所以其实要逃票的情形并不是那么多 好那捷运系统为什么这么高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本身捷运他的距离很短 所以他的平均票价非常低 对不对 通常都是20块30块 那2030块 如果我法50%是多少钱 10元5元6元 有没有感觉好像没感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在这个平均票价的问题 那像高铁如果北高 1490 发50%700 好像有点感觉 对吧 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其实我们的大捷法 或者是很多捷运的相关规范 是从国外来的 那国外的捷运系统跟台湾 有一点点不一样 像是如果你去中欧的国家 你考上了之后就可以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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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